哈囉我是Gender 今天要打的是最強的西施海刃 我這邊使用的是賽富豪 太金屬性是鋼 持有物是貝殼之靈 這邊主要帶的招式是 加龍冠炮跟軌跡 還有我這邊多帶一個自我在生 那奴隸子的話 最好就是把特攻跟特防點滿 我這邊算是煉爛的 最主要的話 就是他的特性有環境之區 可以防止他的唱歌 防止他的睡眠睡覺 那這邊進來的話 一開始是先放兩次軌跡 先上兩次軌跡 最主要就是讓自己的攻擊力 不會太低 那我用貝殼之靈去吸的血 就比較容易吸的回來 這邊前面上了兩次軌跡之後 後面就是放加龍冠炮 那加龍冠炮就是一直放死 最主要就是把我的血一直揮滿 他這邊開盾了 一樣繼續放 他這邊吸到的血會變少很多 然後再加上啊 再加上啊 因為他 因為他 會把我的那個BUB 消掉 那我這邊就是放一次自我在生 把我們的血回滿 那為了防止翻車啊 最好就是把血回到八成以上 再放一下加龍冠炮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太金屬性 可以開太金 然後再把我的BUB把他生滿 那在這邊的話 放鬼技之後 假如說 他沒有打我們的話 那我還可以再繼續放鬼技 直接把我的鬼技生到滿 然後再去打 會比較好打 那這邊我比較幸運一點 他 換了三次的唱歌 那我們把鬼技生滿之後 然後再放加龍冠炮 打下去的傷害力就比較高 那這邊我就是 直接持續的把加龍冠炮 把他放到底 那這邊的話 我都會變成殘血 是因為我沒有給 克反的關係 所以就很容易會殘血 所以放車的機率還是有的 所以建議各位還是要把 努力子啊 投資在特訪或HP上面 會比較 推薦給各位 假如說 各位想要跟我玩一下 這麼刺激的感覺 也可以 個人是蠻推薦的 感覺十分美好 這邊影片快告一個段落了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們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 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的頻道會不定時的 去更新一些影片 還有一些直播 那一些舊的直播 也歡迎各位可以回去回顧一下 去看一下 我是Cender 祝各位遊戲愉快 再見